原本想说用刚才那条稍微较大一点体积的鱼 来给今天的这一期视频来做个完结 但是我自己傻逼在这个驳鱼的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到了传言 就是在准备要收线把鱼提上来的时候 鱼碰到了传言然后脱钩了 不过没关系 有这个有遗憾下次才能补回来是吧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这个 使用的一些钓鱼 钓鱼还有今天做钓的一些失误 整体的话今天我觉得自己钓的还是挺不错的吧 和昨天的一条鱼比起来 今天有钓了十来条鱼肯定是有的 那今天早上干出来的时候 我原本想说用这个利用这个低光的时间来先 针对这些活性高的这个水面鱼来做钓 这个后潮里面的鱼 然后今天现在钓完半天 大概是五个小时下来我总结了一下就是 现在的鱼还没有在这个后潮里面 他们是在利用这些草线来活动 那今天的第一口呢也是在草线上面钓到的 我是用这一个白色的SWIMG来钓到的第一条鱼 那今天用这个用的杆子呢是阿布格西亚的二棺 这支呢是76的H杆子 然后搭配的是一个七速笔的轮子 65磅的PE线 在草区的话SWIMG我会让它勾到很多草 然后用这个PE线能够在抽草的时候会更舒服一点嘛 然后就能够很容易的让我们的GIG从水草里面跳出来 这个呢在做钓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尝试的在用SWIMGG来 用SWIMGG来获得更多的窑口 但是呢就是可能也是天气太热的原因 那他们没有追耳迹象没有那么的明显 然后在这个第二个标点上面呢 我试用倒钓 那今天呢有很多鱼都是drop shot钓到的 那也算是一个大工程吧 这个钓组 我搭配的是 这支是ARK的610reinforcer 好像是extrafast对extrafast的这个杆子 那这支是一个median light的杆子 倒钓的话今天钓的鱼数量也挺多 而且体积也是还算是比较 还算是今天的鱼里面算是较大的吧 那使用的是这个KVD的这个4寸的卵额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底部平行的一个倒钓卵虫 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之前的话也是在Walmart里面搞促销的时候看到的 那平时这一包要五块多 那我只是好像一块三对一包一块三买了 然后又买了十几二十包 很幸运的 那今天的这个倒钓呢有一个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在用它来钓这个草线 所以呢选择的这个牵缀是你可以看一下是这种垂直的这种细细型的牵缀 那这个呢能够在我们过那些水草的时候能够更轻松 如果你用的体积很大的那些牵缀的话卡的水草特别多 那跳底的时候会感觉非常非常卡水草 然后我给它搭配的是一个三号的这个owner的钩子 这个是用德州的挂法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钩子呢它是一个纸柄钩 在我们钓草线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要把钩子埋起来的 那我今天吃鱼的时候呢也是稍微的会比较用力 平时的话在用这个倒钓的时候 只要用轮子收线吃鱼 但是今天呢由于是这个埋钩的做掉方式 所以呢在吃鱼的时候我是比较用力的 但是这个泄力也是退的比较多 也是预防有切线的情况 今天呢钓的是水草 所以用了石磅的这个钳钳线来 石磅的这个碳线来做钳钳的 然后这个主线搭配的是 是苏菲斯的832 最近在试这个新线 感觉的话还可以吧 就是它可能没有PowerPro V2那么顺 但是呢总体的话用起来还不错 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星期没有没有发现就有起毛的这个情况 但是线褪色还是比较厉害的 然后搭配的是一个阿布格西亚2500号的这个MGX 今天的那一波高潮呢就是在我第三个掉点的时候有一波小高潮 是在做它的过程当中发现水面有榨水花 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早就准备好的这个Popper来针对 那今天使用的这个Popper呢也是我第一次用 这是ARK的波扒 这是它们今年刚出的一个 好像鹅的长度整体是70毫米 那几寸我就不知道 反正是70毫米的一个鹅 这个鹅呢抛头起来非常非常的远 它的重量还是有的 然后里面是有一个响珠在里面 有两个不同大小的响珠 一个是好像一个是大体积的 好像一个是小小体积的吧 反正声音是比较不同的 你可以听到一个小小小声的 你可以听到一个小的比较小的一个噪音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低沉的一点 那可能这个 反正是我之前在其他的这个水面鹅上面没有听到过的 那这个鹅呢 也是我今天第一次用 但是呢效果很好 而且我发现这个鹅它 六起狗来啊 姿势非常的紧 它可以甚至是 直接是180度的在打转 那对于一个popper来说 在这种泳姿非常紧的情况下 是非常棒的一个设计 因为在我们用popper做吊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用它来针对 障碍物的附近 那如果你的走的这个步伐太远的话 就很容易离开 如意的工具范围 所以呢 这个popper它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就显示了出来 那这个鹅呢 它搭配的钩子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今天我好像popper没有跑任何鱼 其中一条跑鱼是我自己造成的 因为就打算飞鱼 然后把鱼的嘴巴给扯破了 那它搭配的是这个KVD的这个曲柄钩 很多很多这种价位 终端价位的这个硬额呢 它们在搭配钩子的时候质量都是很差的 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个ARK的 ARK的这个popper呢 还有它的其他那些硬额都是搭配的很好的钩子 所以呢我们在做掉的时候不需要另外换钩子 然后在这个popper前面呢 我是搬了一个线环节 也可以让它在遛狗的时候走的更顺畅一点 在这个popper的使用的钢子方面呢 我是用了一只7尺的Abugaseya 这只是它们的Million Heavy 然后快掉性的钢子 那使用的是30磅的这个主线 前面呢是有加了一加了一个大概 两尺还不到两尺一尺半吧 一尺半的这个尼龙线来做钳导 那也是为了给在我们吃鱼的时候 能够给它更多一点缓冲 如果直接上这个PE线的话 其实也可以 但是你就经常容易有这个跑鱼的情况 因为你的线和钢子都太硬了 所以呢这个尼龙线搭上去 能够给给我们更多的缓冲 来保证找鱼找钩 然后在这个 在钓POPPER的时候呢 我是另外准备了一只 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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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专门针对 鱼咬不到 门耳的时候 用这个钢口的 5000的钢口来补一下 那刚才呢 在这个做钓的过程当中 也是有两三次发生 就是没有咬到 第一口没有咬到 然后我就用这个钢口来补刀 也是有成功的钓货 这个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5000的这个 5寸的钢口 然后 这支是 Shimano的Medium 610的这个Fast 钢子 那好吧 今天呢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今天呢钓的还是很爽的 那我希望大家也能看得很爽 希望你在看完视频以后呢 不要忘记给我视频点个赞 然后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希望大家也能分享一下我的频道 让更多的人发现我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